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不是车评人 我是介绍你买好车的汽车销售员 Paco 今天要带你买的就是这一台 BMW i4 然后我身边的这一台呢 它就跟 X3 一样的概念 就是同一个平台 这到两种不一样的车 就是它有汽油版本 或者是它有存电版本的 我身边的这一台呢 它就是i4 纯电版本 然后整台车的那个造型设计呢 如果你看到它前脸这里是封闭式的 它就是i4 如果它是打开式的 它可能就是430i 的 4 Series Coupe 然后现在这台车 i4 它售价为399,000 接近400,000 买车呢它会给你5年的保障 8年或160,000的电瓶保障 还有6年的免费维修 到底它维修是什么东西呢 可能就是一些wear and tear 有brake pads 这类的东西咯 首先介绍这台车的前脸设计 第一眼可以看得出的就是 它这个蓝色圈的这个logo 如果是蓝色圈的logo 在 BMW 里面呢 它就是hybrid 或者是它是纯电版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个封闭式的 打直的这个Ford Grill 还有就是这一副 B&W Laser Light的这个头等 现在其实B&W其他车款 已经开始没有用B&W Laser Light了 而这一款呢很延续下去 而且它是最后一款 用B&W Laser Light的一个车款 来到车的部分呢 有个东西非常重要 要提及的就是 B&W的一个造车的精髓 就是每一台B&W都一样 一定会有这一个三角径 这个它有个名称叫 Hoffmeiser King 还有第二个就是这一个 很容易说好像旧款的车啊 好像平时都已经是看不到的 为什么这个还可以看到呢 这个是因为它要回归 以前最初的时候的B&W的这个造型 这台车啊 如果你在路上看到这台车 你觉得其实它是蛮长的 而且它的车顶也蛮低 然后它的车身的长度 大概是4800mm 跟5 Series相差100多mm而已 然后它的轮距 前后的那个距离是2850mm 它是后驱的 然后如果有 还有另外一台是M50的话呢 它就是四驱两个摩托 整台车呢 有非常多的M Sport的这个logo 比如说在Rim 还有在这个Fender 椅子里面的Seed 还有就是车后 都有很多很多的这个M Sport的logo 因为这也是B&W里面 非常注重的一个细节 轮圈方面呢 它是19寸前后配 然后前面是25 后面是25 的那个宽度的轮胎 然后这个Rim的颜色 是双色小色的 从里面你可以看到 这一个蓝色的4 Biston 的M Sport Brake Kit 然后你没有觉得 一般的电动车 看起来设计都很奇怪 很太前卫 或整个封闭似的 而这个的Rim呢 我觉得这台车看起来 就比较像一般的 这种汽油车的设计 而且也非常的Sporty 非常的好看 车尾部分 跟M4或4 Series 一模一样 只是logo是有一个蓝边 然后没有引擎 然后其实BMW的车款 要怎么看呢 如果i在前面的话呢 它就是全电动车 如果i在后面的话呢 比如说320i 330i或430i呢 它就是存汽油车 好到这里 eDrive就是它是存电的车 40的话就是它的这个 容量的这个capacity 这辆车的容量 大概是在84kW 可以抓出来的是340匹的马力 和430的扭力 Grand Coupe的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尾箱非常的大 而且它的这个进口也是非常的大 因为它是连着后进一起开 就好像那种SUV一样 然后这里的Liter 是大概480个L 非常大的空间 电动车没有引擎 然后也是后驱车 然后它前面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盖子 来盖着 然后打开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洞 然后里面全部是那种电子仪器啊 或者是电瓶啊 Low Voltage High Voltage的那种 其他所有东西 不过官方的BMW 也是提议我们就是 尽可能的不要打开这个盖子 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东西 我们触摸到会有点危险 所以是尽量这个盖子 就是给它关着就好了 要达到整个车的平整度 所以它门板也改为这样子了 比较平整 然后这样子来打开 来 介绍这台车的第一个东西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 第一个就是这一个SOS 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其实可以打开 里面可以按一个按钮 你可以打电话出去 然后这个其实第一个先有这个东西的 就是BMW 然后汽车的内饰 其实我本身是比较注重在锁石的 可是这个锁石就是它还是那种旧款的那一个 不过也好我还有这个Mport的logo在旁边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这个跟iX一模一样 它是Curve形的这个Screen 12.5寸两边 然后它是连接起来的 这个用的是IDbar iPhone里面呢它还有这个Head-Up Display Harmond Cardon 16个喇叭的扬声器 还有这个M Sport的Stairing View 中间这里呢跟之前我们去看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是它把那个传统的那个拍档杆 换成这一个像BMWiX里面的这个Toggle了 然后这里还有的呢就是Wireless Charging Tray 我们的Smartphone 还有就是跟平时我们的车一样的 有这一个Driving Experience Mode 就是有Sport Mode Convert跟Eco Pro 如果你转去Sport Mode的时候呢 它还有给你一个 Artificial的这个引擎声音 然后这辆车也有360 Camera 后座的部分呢 就是近的时候有一点辛苦 因为它是以Coupe的造型来打造的 这个Grand Coupe四门板嘛 所以里面的空间呢 近处有一点麻烦 可是坐进去之后其实还蛮OK的 脚的部位蛮不错 然后这个是刚才我坐的这个位置 我升了181 所以这个位置我坐后面的话 我脚位还有一些空间的 可是头的就比较低一点的 不过这个也是正常的 因为最像是Grand Coupe嘛对不对 然后Shower的部分很好 它也是有 背后有一个支撑性 把门关上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Haman Canon这个Logo 然后这里也是有喇叭 后面也有喇叭 所以整台车的16个喇叭是环绕系统来的 后座重工台这里有两个冷气出风口 然后好东西就是 这辆车是3Zone的 就是前面两边一个 两个Zone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Zone 因为后面你可以调你的那个冷气的那个温度 BMW i4呢 就是其实你跟 平时你做进去BMW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那个整体的那个设计哦 跟一切的东西 就感觉你在开着一辆4系列或3系列 它跟iX就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它这里呢 它跟去年来比呢 它这个Gear Stick把它变成了这个Togger 比较小一点的 这个也是蛮好 而且晚上它有一个白灯在这里 可以有比较容易可以看到这一个排档杆 所以把这个轻轻的拉一下D的话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们从这辆车里面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D 旁边有一个B的 那B就是它就是这样的braking mode 就是如果你在它电的时候 你要走的时候 如果你放你的pedal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brake 这个动作呢 它就可以帮你generate你的那个energy 回去你的那个电瓶 所以你就可以更续航更久的时间了 而这台车因为它的那个电瓶是一个马达在后面 然后它KW比较大 去到84 83点多 它要大概84 所以它的一个满充呢 你可以去到590km 不过也要看你是怎样去开这台车 如果你是开快的话呢 可能就没有到590km那么高 真的一般上的车呢 那么平时我常开Tesla 说真的Tesla开起来 就真的是一个高科技玩具 它跟BMW完全是两码子的事 BMW开起来就真的是 你分不出它是电子车的那种感觉 它感觉上你就开着一辆宝马那种 那种操控性那种 那种马路霸王的那种感觉 所以如果普通这样开的时候呢 我们用confort mode 它as default它出来的时候它是confort mode 那时候你会听到整台车是完全没有声音 马力方面其实这辆车是非常有利的 340匹马力全速在后面 因为它是后驱车 在外国呢 有人说这台车其实它也可以拿来飘移 不过因为我没有那个技术 所以我不会做那个示范 然后这台车有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就是 它要你开车之余呢 也要先你要记得开车的那种兴奋度 那种高昂度 所以每一次当你挑去Sport mode的时候呢 它里面就会多一个声音 就是那种我们的引擎泡笑声音 不过就是音乐播出来的感觉 我们可以试一试 满好听 满有那种可济感觉的一种一种声音 然后其实呢 我本身我是宝马fan 我非常爱宝马 因为我开过很多种不一样的车子 因为本身也是卖车嘛 我每天也是在开不一样的车子 对吗 可是我最有自信的 最有信心的就是在宝马里面开快车 因为只有在宝马里面 我可以感觉到100%的信任 对着车子的信任 还有100%的车子的操控表现 非常的好 如果在弯度稍微加快的话 我进完 我甚至可以不用brake 这样感觉我可以进完 非常的快 非常的顺 跟平时我们认识的宝马那种狂野性格 没有差别 所以如果你说你想要一台电子车 你又不想要没有了那种开车的灵魂的话呢 这台车是绝对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这辆车里面其实它有一个 新款的BMW里面都有的一个 feature 叫做reversing assistant 这怎么说呢 它其实它是 如果有一次你去了一些 你不熟的地方 你卡在中间的 你需要做一个3 point turn 可是你又看不清楚 隔壁的那种情况的话呢 这个就可以帮到你 可是在我现在的路呢 我是平坦的 不过我可以做一个蛇形的一个 一个动作 然后之后我再用这个reverse assistant 来给你看一下它的分别是怎样的 好 在一个平坦的路呢 用一个蛇形的方式来走 好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呢 这时候我把我的gear推去R 当推去R的时候呢 它的screen就会出现这个选项 reversing assistant 把它轻轻按一按 然后你把你的手离开stairing 当你放开你的brake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就开始了 好我试下 好你可以看到它的stairing 自己也会转哦 那如果我是用蛇形的方式 来进去那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会以蛇形的方式 来回去本来的地方 它有50米的这个机 说现在它有20米 它就直接到50米的时候 它就会0的时候它就会停止了 好了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reversing assistant 其实哦 18到30个小时里面 你就可以制造出一台汽车出来了 其实一点都不难 不过呢 如果你要制造一台 车好开 又好玩的车的话呢 你需要的是100多年的经验 很多人说电动车没有灵魂 不过 知道你开了这台车 你才知道 宝马如何讲 把一台电动车制造的 有驾驶乐趣也有灵魂 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与分享 我是Paco 包裹 谢谢